各位喜愛西劍,熱愛西劍,西劍沒有過就吃不下飯避不了夜的觀眾大家好,拍嘎吼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經典案例就是佛羅倫斯聖喬凡尼洗禮堂 佛羅倫斯聖喬凡尼洗禮堂位於義大利佛羅倫斯的Piazza del Duomo 也就是主教座堂廣場,是聖母百花教堂所管轄的洗禮用教堂 聖喬凡尼洗禮堂以前一直是供奉佛羅倫斯守護神Mars的神殿 到了九世紀首次被稱作為教堂,是佛羅倫斯第二老的教堂 他於十一世紀重新出生之後變成為聖母百花大教堂的洗禮堂 十五世紀時,雕塑家有Renzo di Betti重新雕塑了三面洗禮堂的大門 奠定了現今的風貌 我們現在看到的外立面是在十一世紀時改建的羅曼式風格的立面 由卡拉拉大理石和普拉托里大理石相牽而成的幾何造型 而立面上的注釋則多是以柯林斯注釋為主,並搭配圓拱的使用,塑造整個立面的形式 聖喬凡尼洗禮堂的平面以對稱的八角形構成,就像義大利人愛的披薩一樣對切平分起來才會公平 洗禮堂平面之所以用正八角形構成,是因為當年耶穌被定在十字架上時,在第八天復活 是對耶穌的一種respect,彷彿耶穌的愛永遠在人間一般 佛羅倫斯聖喬凡尼洗禮堂,最著名的就是由Lorenzo Di Befti所雕塑的三善大門 其中又以正門口的東門最為精彩 他重現羅馬失傳的青銅拖辣技法,並且加以改良 以透視的手法繪製出十幅就約聖經的場景,包括了 雅當與夏娃、家印與雅伯爾、諾厄、亞巴朗、伊薩格、伊斯瑪爾與雅各、洛瑟、蘇洛爾、達衛、羅薩瑪、射巴女王 邊框上甚至還有他的自畫像 而這道門同時也被驕傲不可一世的米開朗基羅譽為天堂之門 可見這道門的藝術造詣高深莫測 有多高啊?三四樓這麼高啦? 與天堂之門齊名的還有內部的窮頂 19世紀前,佛羅倫斯誕生的嬰兒幾乎都是在這裡受洗 其中包括了彈丁還有美帝奇家族的所有成員 窮頂內部由金箔馬賽克鑲嵌版畫製成 中央刻畫的是全人基督,而周圍則是呈現創世紀到末日審判的聖經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內容 希望預生能讓我們都畢業 大家再見